Leo聊世紀 天梯榮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哥德仁對上達達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左下角出生的 這個是天空熊 天空熊選擇到了哥德仁 哥德仁特色一開始就可以研發織布技術 而且打野豬的傷害非常高 所以這個文明很適合拉一純出去搞事 射對方的豬或是鹿 都是一個很不錯的策略 哥德仁的步兵折扣是非常多的 但是城堡時代也是可以轉騎士的 騎士是正常的二攻二防都是有的 他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步兵路線 攻兵路線上沒有強弩 後期可以考慮轉火槍跟火炮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Hero選擇的文明是達達人 達達人他的經濟特色是吃癢 這些可以吃得再更久一些 哥德仁是吃野生動物 可以再吃得更久一些 是這兩邊都是開局 肉都是獲取比較多的文明 達達人他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馬攻路線 免費的拇指環跟安協人戰術 讓他的馬攻成型速度非常快 只要補個品種跟跟動技術 基本上就已經滿了 達達人後期也可以考慮走騎兵路線 他的草原騎兵是遠防最高的騎兵路線 有施護甲的關係 馬攻也可以吃得到 達達人後期都是馬攻配肉馬 比較多一點 他也有槍兵路線 主要是拿來防駱駝的 但是他的槍兵是最弱的防禦槍兵文明 只有1級的步兵鎧甲而已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吧 HERA這邊的地圖看起來 欸這個 馬步場是不是有點尷尬的感覺 好 那黃金位置左右兩邊 都有 這個都是野精 哇附近的話都是在上面這裡 看起來附近位置並不是這麼的優秀 但是對於HERA來說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 因為他祖精在後面 果子也在裡面 要圍死的話是相當簡單的 這樣子稍微大圍一下 天空熊這邊的地圖看起來是左邊塊黃金 右邊一塊 兩塊黃金的位置都比較靠前 跟HERA比起來天空熊的地圖算是比較差 但是要圍架的話也是算好圍的 但是一樣都是要圍大才行 但是天空熊這邊右側會更難圍一點 天空熊的果子在前面 黃金也在後面 兩邊地圖看起來相差不多好 感覺是差不多的 只有黃金的位置天空熊比較差一些 哥德打德德 打這個打打不是德德 哈哈 打這個打打人呢 通常還是要走步兵路線才行 哥德人通常對打奇兵的情況下 烈士機率很高 因為他的駱駝是有的 哥德人只能走步兵 封建是在打攻兵接續步兵的打法會比較適合 後期可以再考慮轉個大弱 可能就差不多了 整體來說哥德人在打打人的對局來說 並不是那麼優秀 但如果打打人走馬攻路線的話 那天空熊就可以考慮走哥的衛隊喔 但是走哥的衛隊喔 打馬功也不一定會有太大的優勢 所以這邊HERA十之八九 應該是馬功轉雀靴或是轉肉馬騎士路線 或是草原騎兵可能會比較有可能喔 那天空熊這邊的路線呢 可能就會比較侷限在於 弓兵或是火槍喔 護兵路線身上喔 所以整體來說 哥德人打達達人是不太好打的喔 尤其對方又是世界冠軍的情況下 要把對手打到 呃...拿拿捏捏的嗎 或是預判他的打法是比較不容易的喔 因為天空熊這邊的選擇是很少的 只有那些選擇可以選而已 但是HERA的選擇可是有高達四五六種喔 非常多的選擇可以去針對哥德人這個文明 去做初打擊 而且重點是打打予有火槍啊 所以不管怎麼打 天空熊會比較劣勢一點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HERA已經圍死了 OK 圍死是給天空熊尊重 尊重 我真的覺得現在打天梯有圍死的話 都是給對手一種尊重的表現喔 完全就是打得很謹慎的那種 天空熊把家裡圍死了 家裡也要圍起來 好像是沒有看到右邊這個墓區嗎 有看到 但是不敢往外圍 往外圍的話風險更大 直接拉一條超長的 兩邊都選擇了圍死 HERA這邊則是轉出了弓兵 而不是馬就開局 那直接轉弓兵開的話 很有可能喔 就是直接要打 不弓兵喔 而不是打馬弓喔 直接走不弓兵 然後到城堡時代 轉個缺缺 或是頭車前壓插寶 之類的 或是城堡時代再轉馬弓 都是打打比較常見的戰術喔 然後這一波 天空熊肉馬送了一些血量 問題不大 那天空熊現在的打法是很正常的肉馬 毛兵反擊 肉馬出去騷擾 然後毛兵在家裡擋一下 那毛兵這裡不能按太多 按太多毛兵的話 會升城堡時代升太慢 那HERA這邊則是弓兵可以繼續按 反正不吃食物 所以這個弓兵可以不斷 弓兵繼續按 HERA這邊稍微用弓兵 去擋了一下天空熊的肉馬 左邊這些弓兵並沒有繼續騷擾 是拉回家防守 看起來HERA打得算是很謹慎喔 一直在找天空熊的兵在哪 一直在繞一直在繞 這邊集合了 這裡弓兵要不要放出來 一起出發呢 家裡的弓兵沒有放出來 一起出來 HERA這邊已經點下城堡時代 但天空熊這邊已經領先了 天空熊這邊領先 現在轉出了兵工場 這邊就是天空熊的抉擇了 通常哥德的人遇到工兵開的時候 還是要先轉戰矛 不太可能直接挖出一棟城堡 轉哥德部隊直接反制了 所以這邊先轉戰矛兵二級射 一級射要先趕快點 然後待會再轉個彈道的血壓 或者是轉個工程器製造所 然後生旅三TC開農 的一個正常的哥德流程 好二級射 戰矛兵 二級伐木 二級伐木 也點了 HERA這邊 吃寶石帶 升級上去 OK 奴兵各級射 正常開局 那HERA這邊的優點 優勢的地方 就是在於探金用免費的拇指環 射擊速度是非常可怕的 要破牆 不知道 不管你是要破牆 或是要跟對方對射 優勢都是很巨大的 好 HERA這邊 遇到毛病 稍微躲一下 躲掉了天空熊的兩方毛病 但是第三方沒有躲 天空熊 往前點 就點掉了一隻弓兵 當然HERA的弓兵射擊速度很快 免費拇指環直接射穿了 天空熊的毛病 天空熊這一波雪球要被滾起來了 有點大意了 天空熊 這個 戰毛病沒有升級到 二級弓箭甲 直接硬吃奴兵 這就是HERA的打達人 太可怕 免費拇指環 這個節奏真的是帶得太好了 那這個情況呢 一定要補工程器製造所了 再不補工程器製造所 要等戰毛病再出來防守 會被打到頭破血了 但是 HERA這邊直接 拉了一隻騎士過來 預判天空熊可能會轉 工程器製造所嗎 欸 結果這邊工兵 又偷射了幾隻村民 哇天空熊直接炸裂 怎麼了 哇沒辦法了嗎 天空熊這邊好像 被射船了欸 哇死了無村 聖毛兵擋不住 二級的步兵 工兵開架也擋不住 然後石頭挖不了 好網路開PC 那還好這裏 有補一個箭塔 哇這邊被溜進來有點難受啊 那天空熊這邊可以考慮的打法 還有自己轉聖毛兵之外 這邊就要思考 要不要轉個工程器 還有 步兵路線應該是不太可能 這個時間點喔 那通常也可以轉點騎士出來 但是我覺得修道院還是要先補啊 修道院不補的話 壓力真的會很大 工程器製造所也沒有補 那天空熊熊不補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想要開TC 或是想要再更濃一點 好想要把這個200木 趴在工程器製造所身上喔 但這個時間點 要秀到Hera應該也是很困啊 唉唷又被拖抓了一吋 天空熊這邊很難受 生女還沒有出來 哥德仁在這個時間點 遇到落土文明喔 是非常被動的喔 好這一波直接 直接點掉一隻 天空熊大意了 田這兩片田沒有低調 村民一直過去呈現種田 哇50村打55 還好Hera這邊3TC開得不算快啊 好那現在遇到天空熊 沒有打算要出門的情況 Hera還是在繼續出弓兵 沒有轉馬功 但是騎兵科技已經慢慢補上了 天空熊則是轉出了3TC 那天空熊這邊的想法 或許是想要直接轉城堡 在五政府狀態 挖出城堡來喔 所以天空熊可能會想要 先去把石頭給挖出來 先把石頭挖出來 待會直接插寶防守 也會比較壓力小一點 但是騎士現在已經來了 勝率趕快過來招翔 不然戰毛畢竟要大難零頭了 OK 招翔一下 OK 看到了 現在天空熊有彈道學 打弩兵稍微輕鬆一些 僧侶收進去 戰毛兵 僧侶放出來繼續招翔 OK 天空熊這邊一套 虛應流水 但是左邊的僧侶直接被射到 Hera完全不管你有沒有劍塔 跟城市中心 我就是A就對了 跟你更大的壓力 反戰你的戰毛兵 沒有二級的攻兵鎧甲 我跟你硬點 我有拇指環的優勢 攻擊速度夠快 就會換到一些優勢 但這邊Hera好像是硬點農田 哇靠 又點了一片田 又佔了60木 這一波Hera經濟已經 開始轉起來了 好 又點掉了聖旅 Hera這一波打得很好啊 這個也是沒有工程機製造所帶來的缺點 沒有奴炮 沒有投車 給這些工兵壓力 而且現在也沒有二級的工兵鎧甲 這些工兵真的是無法無天啊 好 熊熊受不了 轉出了工程器製造所 這個位置蓋的蠻微妙的 或許蓋這個位置會更好 但是剛剛已經走進來了 所以這個地方來不及蓋 選擇補在了後面 好 那Hera已經看到了工程器製造所 就選擇了撤退 欸 沒有看到嗎 欸 居然是沒看到的部分 哇靠 這個剛好是在這個死角裡啊 所以它是感應到了什麼嗎 打了一波之後 又決定回家農 好 這次補了一個大學 那你補大學是要補什麼呢 喔喔 原來 Hera剛剛一直都沒有彈到血啊 哇 OK 這邊扁下了手推車 現在Hera沒有打算要轉兵嗎 好 把城堡補在了高地 競爐小龍二級的戰毛筆沒有打算要升級 那通常哥德人喔 遇到非馬功文明 或者是遇到一些騎兵文明的話 不是駱駝的情況喔 也很適合走這個馬功路線喔 那天空熊現在在已經被壓制的非常的難受情況下 現在要走馬功路線喔 也不太適合 而且人家還有母子環喔 跟安息人戰術的優勢喔 整體打起來喔是不太好的喔 所以這邊正常是轉戰毛兵防守 然後看能不能狗刀帝王轉步兵 是哥德人現在 這個局面上來說 勝率是比較高的一個特點喔 那天空熊現在轉出4TC 就意味著他待會上帝龍時代又更慢了 但Hera這邊是直接3TC 帝王之後再補城鎮中心的一個流程喔 整體來說這個流程會更適合喔 在現在的天梯的應用帳喔 因為現在4TC開農上去的話 地龍時代越慢喔 這個被壓制的可能性就越高喔 Hera這邊是快速上帝王 然後 三隻騎士自滴 這個 這個應該不用自滴這麼多吧 Hera是故意的嗎 Hera這一波 剛剛就算被造了一隻騎士 剩下三隻也能打戰矛盾生女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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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好 Hera這邊點下了雀靴 雀靴現在還是很好用 血量130滴血 金瑞有160滴血喔 而且造價只要40黃金而已喔 而且每攻擊一下到對方的單位 還可以加一塊顯黃金 造價成本喔 其實算是30幾塊錢而已喔 整體來說 確確是一個坦克型的 起兵單位 遠房呢 是跟遊俠一樣 耐坦的喔 所以我覺得確確是打 攻兵文明還不錯用的喔 哥德仁現在是步兵文明 確確打步兵會有料嗎 可能會有 反正打到了就會有錢嘛 而且體積也算坦 好 哥德仁 重點下地龍時代 現在地龍時代還有兩分鐘 現在壓力有點大 確確要衝過來了 開始補軍運吧 槍兵趕快升級 確確數量有點多 Hera這邊點下了彈道學 還有鐵鎧甲 三級馬卡馬上補了 轉出了工程器製造所 難道是要走奴炮路線嗎 走奴炮路線 現在有彈道學喔 而且還有工程工程師 我覺得 打步兵來說 奴炮確實是一個不錯的單位喔 那 Hera這邊走奴炮的話 哥德仁就可以選擇走火炮路線 壓制他的工程器 走中頭 走中頭 這更有趣了 打大人是沒有重頭的 但是在阿拉伯單條是很難看到重頭 所以好像中頭好像一席 那之前Ryper在一年多前的 競技場的步兵大戰影片喔 維京對抗阿茲特克的影片裡面 打競技場的時候 也是選擇了投石車喔 兩邊都選擇投車 搭配自己的保兵單位喔 去做出一個對應喔 雖然打步兵來說 其實投石車操作的好 他的CP值的殺傷力 會比奴炮來的更好一些喔 但是這個是蠻看操作的部分喔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HERA這一波 投車會怎麼打 天空熊的 步兵 跟火炮了 但應該沒什麼問題喔 確確可以去抓火炮 所以 只要天空熊的槍兵不夠多 火炮就很難發揮出來 所以我是覺得天空熊這邊 應該還是有主導權的喔 火炮擁有主導權 步兵有這個防禦的優勢在 整體來說應該不會太差 那現在是黃金能不能趕快挖出來了 既然黃金有點缺化學要不要先補呢 好 300肉200斤 補一下化學吧 喔唷 欸 HERA這邊是開始砸樹阿 先把天空熊加了側面的樹全部砸光 OK 天空熊壓力大囉 這邊是補了一個三級射 欸 三級射是要 補戰毛兵的傷害跟射程嗎 好像是 補了一個三級射 這裡招翔一下 ERA三級射 還有 雀勛 點了上來 跑車開拍 再點一下 差一點打到 天空熊這裡有點危險 往後拉走 好 現在 城堡補在了前線 這邊壓制力非常強大 步兵有點在下水餃 要是不往前送的話 又會讓對方城堡蓋起來 天空熊直接把大雪給滴掉 結果戰毛兵吃到了頭車傷害 戰毛兵現在要打這些直接被拍光 戰毛兵全倒了 OK 天空熊補下了巨型投資機 先來攻城 戰毛兵再往前戳 一攻點好了 哇但這個雀削真的是太坦了 血量160滴血 遠防7 近在防禦4點 OK 這就是天空熊打雀削的優點 人家是遠防高的起兵單位 近在防禦率卻不高 所以只要槍兵出多一點 應該也是能戳得死這些雀削的 好 那現在五隻頭車繼續往前壓 左邊又繼續往前壓了進來 這一波壓力很大 就會往左走 HERA一個 在等你過來挖金礦啊 哇 這個雀削是直接預判了天空熊的逃生路線啊 神山中心的村民直接被雀削抓了個正早 左邊的村民直接死光 哇 HERA這個頭車壓制已經砸了40隻的步兵單位了 工程工程師也已經點下 天空熊的化學有補了嗎 還沒有補 那這樣只靠步兵 真的OK嗎 哇 這個真的是投的太好了 天空熊 有點慘 大量槍兵都被投石車拍光 這就是世界最頂尖的 玩家操控投石車的畫面 各種拍爛 好 HERA這邊轉出了真兵技術 好像也沒有打算要走馬溝 反擊這些槍兵 免費的安息人戰術 打槍兵傷害很高 但是HERA應該是打算用頭車跟雀削直接打到底了 天空熊家裡的槍兵果不其然 直接戳爛雀削 槍兵打雀削式完全沒問題 甚至是有點優勢開啊 但是遇到頭車的話 還是得靠火炮吧 不然就是要轉大樓馬 但是天空熊現在的經濟 光出槍兵就是極限了 轉大樓馬似乎有點困難 又被拍光了 左背兩根堡 直接開採天空熊家裡的石頭 這波槍兵手的還不錯 還算是有攔截到 但是聰明書還是有所下降 108吋對上145吋 天空熊現在有點有壓力了 黃金現在被控制的有點多 這塊金不能挖 這塊金也不能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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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片黃金全部失守 天空熊 難受了 主金的話現在能踩 但是踩的話會有點壓力 更多步兵衝過來 紅熊戳過一下沒戳到 HERA點下大衝車 直接要點進去了嗎 這裡槍兵中做到了一些事情 可以戳掉一台頭車沒問題 第二台有機會嗎 頭車現在被貼臉有點難受 直接往後拍拍了一下頭車 又戳掉了一台頭石器 這波HERA硬硬硬扛高打低的槍兵 還是順利的扛了下來 好 HERA這邊化學也補下了 哇 HERA化學補完了 天空熊還沒有補 槍兵繼續按 巨頭 要架起來 天空熊這邊三級的步兵鎧 步兵鎧已經沒有的關係 所以三級功能要趕快點 但是真的補炮火炮有機會嗎 哇 這波又送了一波 天空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最後面偷偷出來 搞事情 結果還是被HERA看到了 直接被頂爆 那看起來HERA這一波 玩得是有點猛 走了一個頭車去削路線 這個打法真的是非常特殊 很少見的一個打法 打大人通常十字八九 九十九趴 都是走馬共或是騎兵路線 他直接走了一個工程器路線 只能說HERA終究是HERA 這個死力還是有點猛的 那天空熊這邊 我覺得應該那坨工兵走進來 直接射穿天空熊這一波 已經算是從那個時間開始 就有點不太行 但是後期如果真的要打的話 我覺得還是得靠火炮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各位掰掰